我們要聊的 就是你身邊的姊妹濤 這樣還不滿足 有糊臭的傲 說謊最更重 表裡不一 讓我討厭 人家說三個女生 在一起就是一個蔡奇亞 對啊 這樣是不是姐妹濤 最好的一個象徵 可是通常 害你的人也就是姐妹濤 真的耶 真的真的 有時候小人就在你身邊 講一兩個就是身邊姐妹濤 害你的例子 是還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小事 當初我懷孕的時候 就有一個姐妹濤 是是是 她說生下來啊 因此導入我走進這個不滿足的婚姻 那還好 小事 我跟你講這到底是愛妳還是害妳 後來就在節目上面 大唱寶貝 不知道在寶貝 來 主人來 來 主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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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那小寶貝現在長得這麼可愛 叫做Emma對不對 剛剛說Emma來 Emma媽媽親親我 媽媽最愛妳了 請問 這是誰的功勞 難道不是我的功勞嗎 是李淯良的功勞 不要 不要在旁邊幫忙一下 有加油 而且人家帶出來當然 就說Emma好乖 她不能在外面打小孩 對不對 對啊 誰在打小孩 這太不應該了對不對 妳是說Vicky嗎 哎唷 妳的姊妹淘裡面 除了采華姐之外 還有Vicky 妳說我有多不滿足 是我食談的她 請問您是跑錯棚了嗎 不是 我這個人天生犯賤 你知道因為我跟佩蓁 其實認識比較久嘛 然後有一天 我們不知道在什麼場合遇到 然後要錄影之前 然後那時候我跟她 並沒有到現在這麼熟 然後她那時候就說 來來來 你看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是不定的 不是 我是說 我是說 一個佩蓁 一個小蓁 我說我也要加入你們 然後我就給自己取名 那我沒有蓁 那我叫巴蓁好了 我跟佩蓁 然後兩個就這樣退 不改變 聽說今天是佩蓁因為有尾牙 要找一個佩蓁的 怎麼就弄掉了 佩蓁的不是中間的空間 沒有 你不要這樣講 你這樣跟她講 不然她會不開心 怎麼說 因為我保皮 我看得到嗎 怎麼會放碗筷 會 放碗筷 幹嘛 人家那吃薄了 你要放什麼 可是會不會那個位子 是為你留的 今天是我的主位就對了 主位 主位 我真的可以過去嗎 可以啊 你配上千里眼跟順風 對不對 你自己人在這邊 會不會這樣嗎 不是 因為你們之間一定有你們之間的小秘密 我希望你們自爆多一點 對不對 那我做過去 好 那也歡迎我們小禎 好的 那還有我們這15位 我們也不要忘記他們 我們這15位朋友 因為大家錄影也都有一陣時間了 對不對 到底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你們心裡也有數了 請問一下 這15位裡面 你們覺得 根本沒有辦法 當朋友的 請把你們的牌子 轉過來吧 沒有那麼嚴重嗎 應該還好啦 沒有那麼嚴重 Eva妳先講 子瑜是吧 我就知道 妳跟他不對牌 不是說 不能討厭他或怎麼樣子 只是 如果說要做到姊妹濤的話 可能 子瑜跟我之間會比較有距離一點 其實我不是很神秘 其實我是很害羞 很害羞 對 就是可能是 比較少說話 因為在休息室 我們可能 一群人就是會在那邊聊天什麼的 那子瑜是屬於就是 就是他就是默默坐在旁邊 也不講話 不加入討論的人 人家文靜也有錯嗎 對 我不是一個很害羞 所以就沒辦法跟他做朋友 可是妳講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牌子討厭妳 少女怎麼樣 沒有 因為就是說 我朋友看過他 然後就是看他節目 就覺得他很散散 然後很漂亮 然後感覺他就是 沒有我只是 沒有我只是 我朋友講 不是我講 不是我講 是我們 他說可能就是 他就不一定會闖別的 男人的那個 誰說的 誰說的 而且他陪我已經在 行天宮下面在算命的 好不好 妳看似有多準 對不對 美寶呢 因為就是 我最近來露營的時候 我才看到那個子瑜 然後發現 因為他之前有去上過那種 就是男人幫的雜誌 然後我老公拿過他的雜誌 在廁所裡面很久 好 很嚴重 便秘這麼嚴重 他指控你會讓人家便秘 請問您的雜誌是在紙蟹的嗎 還是在紙蟹的嗎 對 我剛剛這邊一眼望去 除了子瑜票數很高 再來就是GINA 因為子瑜的也是GINA 子瀚的也是GINA Amanda的也是GINA 對啊 因為像那個GINA 他是金牛做的 然後他其實有一點難溝通 是 就是你跟他講他就 那我們現在鏡頭要轉向這三位 他們之所以成為姊妹濤 一定互相有一些特質 你們很欣賞嗎 講得出來嗎 這一題很難 有 想了三天 意氣 沒有 我們三個 就共通的特點都是 很大啦啦的個性 然後呢就是 講話就是會突然叮來叮去 就沒有任何的心機 就沒心機 也沒心眼的 對 有心眼的是不可能跟我們當朋友的 對 這樣就不會有Bobby 這樣就 好激動喔 剛講話那位有接受CNN採訪過 幹嘛啦 無厘頭 你也想上CNN 我跟彩華姐其實就是錄影的時候認識 那時候我們剛去那個 就是你製作的那個節目 是 那我覺得彩華姐就會很照顧人 然後會告訴你說等一下怎麼樣的表現 什麼的 就會提醒你這樣子 而且Vicky呢 那有一點非常可愛 就是 她一看到我都會說 喔 彩華姐 你是我的偶像 我好喜歡你喔 我跟妳講 她對每個人都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我就覺得 而且我跟彩華姐身上學到的精神 是說 她很能屈能神 對 因為有屈哥在嘛 對 對 對 而且她雖然是 就是以資歷來說 她是很長輩 當然 對 對不對 然後以年齡來說也是 同輩 但是她其實她會跟我們相處 她是完全讓我們沒有壓力 然後有時候會很容易忘記她是彩華姐 就是她很讓人家沒有壓力 對 所以跟他們當朋友這樣子 然後都會希望他們很好 比方說小禎那時候要 要嫁給阿良的時候 那時候想 就會 問問我的意見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如果你覺得阿良是可以 依靠一輩子的男人的話 你就嫁給她 然後就趕快生個小寶寶啊 是 那時候我就會給她這樣 這些建議 那時候我懷孕 第一個知道 除了李淨良以外 再來是她耶 就是我 哇 再來是彩華姐 是喔 剛好她陪妳去產檢的是不是 沒有 因為那天我們是在錄影 然後後來錄影的中間空檔 我們就去吃花雕雞 對 然後就是因為彩華姐 就有一種魔力讓妳 就很想要跟她交心 對 可是交完心之後 半夜回到家會後悔 對 對 妳剛剛交心就想要問她一些 妳把我的花雕雞吐出來 對 那是她請妳吃花雕雞 然後把這個秘密跟她說 對 然後我老公也在啊 對 那時候就是 我也跟阿良就是通電話 然後我就講講講 我就覺得 因為既然 那時候我就應該有小輩 有 就剛懷孕的時候 剛懷孕我就說 一定要生下來 不可以殺生 是一個生命這樣 不管怎樣一定要生下來 所以就給她這樣的建議跟鼓勵 對 那她這個彩華姐 也是間接是妳們的媒人嘛 對不對 沒有她這個推波助瀾 妳們也許 還是步入禮堂 對 對 很開喔 對 怎麼這樣那麼開啊 沒有 妳想當高鐵喔 沒有 那我們要問一下我們15位熟女啦 有沒有跟姊妹濤做過什麼樣 瘋狂的事情 有的話請舉拳 Diva 應該很多吧 我之前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有一群的姊妹濤 裡面包括有日本人 英國人 然後香港人 然後還有我自己台灣人 然後大概一行人七八個人 那我們那時候都沒有男朋友 然後我們每個weekend都會去酒吧喝酒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在英國的冬天 那天大概晚上是零下五度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喝high了 再走回宿舍的路上 我們就沿路 每個人就開始脫衣服 脫到後來是我們所有女生 全部只剩下胸罩而已 我們就走在路上 然後還在 就穿著胸罩走在路上零下五度 然後在那邊唱歌啊 跳舞很high 還拿著酒瓶這樣子 哇塞 好瘋狂 是跟好朋友在人家家的門口大小便 蛤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因為就是忘了帶鑰匙 可是等鎖匠來 還要一段很久一段時間 因為那天是跨年 所以要等很久 然後跟好朋友就一直 一起講說 欸 怎麼辦 好想尿尿 他說對啊 我肚子也好痛 然後我們就說 不然我們兩個一起壯壯膽好了 然後就在別 就是人家家裡的一樓外面 就上廁所 對嗎 聽說那天人家客廳有淹水是真的嗎 沒有 因為總不能弄 就是拉到自己的褲子上啊 所以只好把褲子脫下來蹲下來 估計都沒有加油站嗎 都沒有 因為要走很遠 妳的生肖是輸狗的嗎 不知道 那那Amanda呢 就是之前朋友生日的時候啊 因為她生日剛好1月1號 所以我們在飯店跨年 然後呢 因為我們也是玩國王遊戲 結果她輸了 她是女生喔 她就帶著在五星級的飯店 她就帶著透明的浴帽 然後呢 到一樓 喔對了 她只有穿那個 那個四角褲 而且是她男朋友的四角褲 是 然後上面呢 是用浴巾圍著 然後戴著浴帽 然後呢 那時候是跨年夜喔 五星級飯店 Lobby人非常多 然後到那個Lobby之後她就說 這裡不是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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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要哭著跑回房間 然後我們沿路 都把它進去錄影下來 然後還放到YouTube上面去 欸 這種事你們會做嗎 不會 不會 太相形象了 不像這兩位這麼假生 對 我承認那時候我們去 員工旅遊的時候 嘿嘿 是 然後我們就大家喝喝喝 在曼谷那個泰國的一個街上 酒吧街上 我們在那邊狂跑 不知道在跑什麼 然後狂跑這樣 然後跑完之後 我們就決定找了一家酒吧去鬧 然後呢 就進酒吧之後呢 我們就去點歌 然後就 OD在那邊跳Michael 然後所有人就 像女郎俱樂部這樣 站到人家櫃台上面開始跳舞 跳到所有那個酒吧的男生 全部都圍來這家酒吧看 然後呢 完了之後 我們就大家一行人 就走回飯店了嘛 走回飯店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說來 合照合照 我們就站在門口合照 然後稍早那一天下午 我們大家就去看人妖秀 人妖秀就是台灣的代表 他就是唱梅花嘛 然後我們就那一首歌 就硬繞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就站在飯店門口 大家拍完之後 一個一個走就開始 梅花大唱喔 唱完了之後這不打緊 大家已經醉了嘛 一進飯店 李靖良打第一個 開始 然後呢 所有我們全部的護士 也開始把這邊當戰場 一個躲在拉比旁邊 然後一個在那邊 躲在電梯裡 你知道嗎 所有人把那個拉比全部當戰場 那個服務生就過來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就看著我老公嘛 我老公就這樣看著他 就沙紅了眼 就拿那個推行李車之後 我要給他回去 就衝向他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們一群人都醉了 然後也沒有誰拉誰 你知道嗎 就一群人都醉了 後來這群醉漢就全部跑去 那個游泳池旁邊 游泳池旁邊 全部 大家全部就脫光 穿內褲 丁字褲就跳下去游泳 然後跳下去游泳呢 你知道那個游泳池板是寬的嘛 對 喝醉了還知道會喘喔 他們不是游這樣寬的 是游這樣 比較短的啦 然後就開始在比賽游泳 然後比賽游泳 那一半的那個警衛就進來 就說 小姐你們那個不行 在這邊游泳喔這樣 然後一起來歐地啊 那個導遊就跟他講說 你在泰國小費很好用這樣 歐地的時候有點茫的嘛 他就起來 來 我處理 我處理 然後一站起來 小費不是這樣給嗎 你手 小費不是這樣給嗎 對不對 然後他一站起來我處理 一放全部 咖啡... 零錢掉出來 我說我chol 你給人家小費也給小超 你給人家零錢 後來我們全部被趕出飯店 哈 我們全部被趕出飯店 天啊 聽說那是你們最後一次去泰國嗎 也是最後一次 我們要玩下一題了好不好 下一題包括我們數位 還有我們在場的來賓 下一題就是 姐妹淘聚在一起 最常講的話題 是不是都在罵妳的另一半 是的 請舉拳 不是 請舉查 好 那我們要先問三位 你們聚在一起 是不是都在罵妳們的老公 我是從來沒罵過我老公 他們兩個到場 妳少了 我都已經在節目上講那麼多了 我私底下怎麼會講 我私底下就是喝而已 但是妳喝了之後妳會講 妳講什麼 妳覺得妳之後講更多 妳也有抱怨過品文歌吧 沒有 有聽說妳講過品文歌 很愛喝兩杯 那愛喝是一定的 男人出去外面應酬 當然是多喝了幾杯 但是我是不喜歡這樣 因為 開始了 我就是不喜歡男人喝太多 因為我老公肝也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就希望他少喝一點 如果他的身體健康 他就是我的幸福啊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喝那麼多 會喝到什麼樣的程度回家之後 他回家之後是離譜的 他回家你就睡覺嘛 對 他不是 他要你 那真的很醉 什麼啦 好 沒禮貌 已經很久沒有教功課了 好 開始 我先看 他喝醉的時候呢 會吐 吐 在你身上 真的 那很討厭 吐我身上 然後你吐 吐他自己的身上 你知道嗎 但是吐出來是痠 對 超噁的 你會覺得很噁心 尤其如果他是喝紅酒 哦 是紅色的 是黑的 吐出來不是紅 他就是黑 對啊 黑 然後你就會 然後他就整個就躺下來 然後你就要在那邊整理 然後整個在那邊擦 然後要把他的嘔吐物 要整個把弄起來 很可憐 而且家裡好幾天味道都笑不掉 對不對 不是他隔天會記得嗎 他當然忘記 而且呢 通常呢 比方說我幫他整理完就夠了 然後他躺在床上睡 隔天他一定睡地上 他要滾下去了 對啊 一定的啊 男生都這樣啊 對啊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你竟然隔天起來 我問我說 這誰吐 哈哈哈哈 他這個房子只有你跟我嗎 我昨天沒出去 你說誰吐的 阿阿小禎 我們其實抱怨比較常的是 小孩 哦 對 那你們兩位有沒有聽過他講過他老公最狠的壞話 誰講他老公 小禎 不要我都在雜誌上看而已啊 他不用講 沒有聽過 有有有 他是成績 要爆料 要爆料了 就在前一陣子我的生日趴 是 小禎來嘛 很開心啊 然後買一個禮物 手臉很漂亮 金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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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然後他就說 你這娘你把你祖母會記的 然後我就生氣 蛤 然後我就 就 捏公 崩潰 是 把你祖母會記的 你把你祖母會記的 對 就是生氣 然後崩潰這樣子 那有說為了什麼嗎 他是沒講的 這樣爆什麼力量 現場解釋一下嗎 現場解釋一下 崔華姐妳現在要怎麼收回 小禎妳剛吐的時候是找不到是不是 對啊 那也怪怪的 這是真的 對 這個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就請當事人來解釋一下 沒有啦 那天其實就是 我要去參加崔華姐的生日呢 妳這樣就有點不開心 她就覺得 為什麼 崔華姐沒有邀請她 什麼原因啦 對啦 台灣為什麼沒有邀請她 因為我 因為我發現如果她來的時候 會很High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我們 去你們一個聚會 就在KTV裡面 然後呢 就都醫生嘛 都是阿良的朋友都醫生 她很開心啊 阿良看到我 不像看著我是 鬼 不是 我的才神 彩華姐 不像看著自己的老母 看著那種清潔感 然後她那天有一次喝很開 她就說 彩華姐 我幫妳介紹男朋友 我說嗯 蛤 妳在叫喬喬 對 我說喔 沒關係啦 告訴妳老公不在 現在就自由了啦 說 妳說 請問 我的生日趴我會請她來嗎 對 她會亂講 她萬一又要給我介紹男朋友 我老公在旁邊 對 品文哥聽得多高興 對啊 我老公會覺得 我老公會覺得 喔 拜託 她總算脫離突然 那Vicky呢 Vicky的部分應該可以講半集吧 沒有啦 我都常在節目上抱怨 她們都怎麼樣 她都怎麼抱怨屈哥 可是我說真的她 我覺得她真的 嗯 可能因為家裡有三個小孩在煩她 所以她其實很有耐心 你知道嗎 因為要是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已經算忙了 可是屈哥真的忙到一個 常常問她是 屈哥最近在幹嘛 台中啊 屈哥在美國啊 屈哥在哪 屈哥在哪 又在哪這樣 很少會真的在台灣台北 在家裡陪他們這樣 可是你們有想過 為什麼屈哥要把自己的工作填得那麼慢嗎 有啦 小燈有說過 你說 小燈就說 屈哥一直在躲你 你沒感覺 對啊 沒有 她有這樣真的還能出來嗎 沒有啦 重點是真的 她們也想要 因為她們現在住比較遠 她們也想要搬到比較近的地方 因為畢竟朋友都在台北市 對啊 對啊 所以她就屈哥要比較拼一點 那她就也很辛苦 所以她常常一個人帶著三個小孩 我們就大家一起出來玩這樣 你們以為只有你們會抱怨嗎 我們這邊也有一些 已婚的也要來抱怨一下 一定會的 PURPLE 蛤 我第一個就我了 嘿嘿嘿 因為老公剛好這時候在看嘛 老公 老公 那個 好啦 我可以講 就是最近 其實我跟我老公感情還蠻好的 只是最近有一個小小的事件 爭吵了一下 就是買房子的事情 買房子好事啊 我原本也覺得 這應該會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那我們那天其實都已經決定要去簽約了 就已經去那個展售中心 小姐那邊了 然後什麼身分證印章都帶了 但是小姐就問了一句話說 那你們這個房子要買先生的名字 還是太太的名字 喔 問題來了 關鍵點來了 然後我呢 其實從我的家庭教育啊 然後身邊的姊妹濤啊 其實所有的人 就是第一間房子 一定是買老婆的名字 對 然後呢 我還很假裝民主這樣 就假裝那個笑容可舉 然後轉頭過去問我老公說 欸 那個 我們好像還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面帶微笑一直看著她這樣 然後我原本覺得她一定會很理所 當然說 當然是老婆的名字喔 結果沒有 她就這樣轉過來問那個銷售小姐說 欸 現在有那個財產共有嘛 夫妻共同持有 對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原本笑容可舉 然後就這樣 整個臉都綠了 整個垮下來 然後我就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那麼生氣 我就摔頭 我就走了 我就出去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妳覺得面子掛不住 對 獅子座 獅子座真的面子是 對啊 妳好歹回家再跟我講吧 對 當場妳一定要給我面子 沒錯 或者是我們回去再討論一下 當場都已經要先寫了 寫了再說嘛 寫了再改 可是那個好像真的還好 然後妳就離開 那老公聽說沒有追出來 有啦 但是我認識他十幾年來 他是第一次追出來 可是追出來也沒有什麼好事 因為就大吵了一架 然後吵完我就跟我的好姐妹講 我就說怎麼可以這樣呢 你看你的也是 然後我好姐妹真的 她也很替我抱不平 因為她們也都是 有被這樣子禮遇過嘛 然後就會說 我們家婷婷嫁進去 是要去當少奶奶 當貴婦 是要享福的 怎麼可以不買她的名字呢 對 但是我要替我老公那個平反一下 因為最近我們就是真的買了房子 哦 然後呢 也是曾經一度我在那邊忐忑 想說會不會又給我來個那個共同持友這樣 對 結果她就用 她就用我的名字買 但是用她的名字去貸款 意思就是她會付錢 然後是我的名字 哦 掌聲鼓勵 貼心 謝謝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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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辛苦總算有代價嘛 對不對 那貝兒呢 我是 我這部分是ok啦 但是我朋友比較坎坷一點 因為他會跟我抱怨他前夫的事情 他跟公婆一起住 然後有一次他跟老公吵架 他就覺得不想跟老公同床睡 就把棉被枕頭拿到旁邊打地鋪 結果睡到半夜他突然感覺就是 好像有人在講話 然後眼睛半開前面有人影 後來他眼睛打開發現 他公婆跟他老公三個在旁邊看他 好可怕 好可怕 那半夜 好恐怖喔 你是不會喘氣的還是怎麼樣 他穿著睡衣而且他真的已經睡著了 原來是他老公就是很氣他打地鋪 所以就跑去他公婆房間 把他公婆拉過來說 一看就是你媳婦 誇張 就很誇張 就我朋友打給我的時候 整個崩潰 大哭 因為他就覺得 他整個在那個家是很孤立的 好恐怖喔 而且他是因為不想跟他正面衝突 他才自己自己打地鋪 而且很尷尬 夫妻的事情床子的事情 就是怎麼公婆進來看你在睡覺 好尷尬 好可怕 三三位有這樣的狀況嗎 沒有 沒有 他們不會進來看 都在外面聽 對啊 那我們要問下一題了 有沒有曾經被你的好姐妹背叛過 有的請舉權 沒有請舉差 EVA有嗎 有啊 我之前在做一個節目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助理主持 嗯 然後我就是跟另外一個助理主持是很好的朋友 是 對 然後我就經常就是收工之後就會跟他出去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那時候他當時有兩個還滿有錢的男生在追他 就是也有一定的年紀大概三四十歲吧 然後再追他 然後都會帶我們一起去吃飯什麼的 然後他有一個習慣就是 他覺得不管今天餐桌上桌子有多大 他一定要把餐桌叫滿 然後他可能每一樣只吃一點點而已 嗯 我就問他說 你這樣不覺得很浪費嗎 然後他就說 反正我這樣就是爽 又不是我出錢 嗯哼 對 然後後來某一天也是這樣吃完飯之後 他要回我家拿個東西 然後到了我家之後拿完東西 我就說 欸我們走了 我們下去 因為你朋友在等我們 然後他就說什麼 欸沒差 拜託是他要追我 又不是我喜歡他 給男生等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他就這樣子硬待在我家 然後玩我什麼騎馬機啊看電視 拖了大概四十分鐘之後才下去 嗯 對可是後來 後來的隔了一個多月之後 我發現那個節目的工作人員就在傳說 EVA怎麼樣怎麼樣什麼什麼 很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被那些工作人員就討厭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做什麼不對的地方 後來我就去問他們 問了別人之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女的一直跟工作人員講說 說他自己發生過的事情是我 就是他把我帶入他自己的角色 然後他就到處跟工作人員說說 我是那一個就是吃東西都要叫滿全桌 可是只吃一兩口的人 然後我是那個就是讓男生等那麼久的人 喔這我可以證實 他是牡羊做的吧 這我真的可以證實 EVA每次叫完所有的東西 而且都不給我們吃 所以剛剛他講的絕對不會是他 所以是嫉妒 可是聽說你有搶過 朋友的男朋友 什麼 這不是真的搶我發生 跟後面的牌子一樣 喔 欸少女妳唸一下妳的板子寫什麼 唉唷 就說EVA看起來會搶好朋友的男人 那是發生在大概四五年前的事情 然後因為我這個好姐妹跟我已經大概 快十年了 然後中間就是我們有一群人的朋友 有一些男生 我就交往了一個男生 可是那個男生經常讓我覺得很傷心 然後同一夥的還有另外一個男生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會一直都陪著我啊 去照顧我就是如果我不開心怎麼樣 然後後來等到我跟第一個男的分手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因為他真的對我很好 然後他也問我說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 我就說OK 那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然後事情到去年的大概九月十月的時候 我就突然有一天心血來潮 我就問我這好朋友 我說欸 我們兩個認識這麼多年了 我好像都沒有什麼吵過架 或者是怎麼樣子的 我們到底有沒有就是不開心的情形發生過 他說其實有 他說有一件事情他很介意 他就說他當初有 其實有跟我講過說他喜歡我那個男朋友 就是對我好的那一個 可是我居然還跟他在一起 對 我就說蛤 有嗎 你真的有跟我講過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說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一定不會跟他在一起 那可能中間有什麼樣的誤會 我覺得這種誤會還可以原諒 我有遇過那種就是來硬的 就是他來硬的啦 不是來硬的 就是比如說 像我以前有一個初戀男友 他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非常深愛他 然後呢 我那時候常常跟他吵架 然後我同班有一個跟我非常要好 是那個班上跟我最要好的死黨 然後我們常常吵架 他就會說那我幫你們調停 就會呢 在我們之間就是可能 就是說你不要你就這樣 Amanda就這樣 然後最後呢 他幫別人做梅 他自己上了教 最後他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常常會有這樣弄巧成拙的 然後就同時被男朋友 跟最好的朋友背叛 所以後來我那時候一個禮拜 暴瘦了10公斤 這樣好啊 就因禍得福也不錯 你們以為只有這15位嗎 還有三個 我們對面這三位 互相也有給彼此騎空過 三位明星姊妹淘 要熟度在節目上 為自己的過失跟姊妹們道歉 到底有哪些預想不到的誇張事呢 呃 誰要先 怎麼會有 誰要先出來為自己 怎麼會有 沒有啊 欸 上 怎樣 呃 那不如小禎先來好了 好 我沒有啊 我會做什麼都不知道的事 沒有啊 對啊 會嗎 我們 不會啊 好啦 其實滿多的啦 啊 有嗎 我在這裡講嗎 是的 福音珍在這裡要誠摯的 跟她的姐妹道歉 請問是哪一位呢 呃 還是 both 嗯 真的嗎 兩位都有啊 喔 那情節比較輕微的先說好 情節比較輕微喔 那從彩樺姐開始說 喔 嗯 因為剛剛彩樺姐不是想說 我上次她在生日夜上 我送了她一條很bling bling的手環 她超愛嘛 她的菜嘛 對啊 我那天就去的時候 我就說 哇 彩樺姐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帶這很 我跟你講這很適合你 這是我真的 走遍所有百貨公司挑到 我覺得走到我腳都快爛了 幫你挑的生日禮物 希望你真的會喜歡 帶著它就要想到我 感動落淚說 因為有點醉了嘛 對 這個bling bling 太適合我 欸 這上節目很好看 欸 你看 你看小禎送我的生日禮物 我打說 哇 好適合你有彩樺姐 哇 bling bling這樣 其實 永久的 那是 永久的 啊 什麼啊 啊 什麼啊 送二手禍 啊 送二手禍 我真的找不到禮物 想說回家 這條會把寶寶拿出來 而且她很壞 因為通常我們送禮物 因為我有很多人來 所以我就說 你們來 我要去招呼 那人家送給你禮物 你不會現場猜 可是她一定要你現場猜 為什麼 為什麼 她就想看到人家哪裡 對 然後呢 就是希望我看到那一剎那 是很開心的 而且她一直講說 這是我跑了好幾間的 那個什麼百貨公司 好不容易找到最適合你 台灣冰淇淋的感覺 那曹花姐妳現在聽到這個感覺 妳有什麼感覺 嗯 我本來對小禎呢 其實是非常尊敬的 是 因為她在我心目中 就像神一樣 哪一種神 比三太子的人還尊重 但是我真的萬萬沒想到 她 欸 欸 曹花姐慢慢來 已經氣到公美爽了 她氣到 原來小禎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 我哪有 而且你知道 嘴巴講一套 另外又做一套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 那天我急著一定要她拆禮物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我要趕快先幫她拆好鏈子拿出來 因為那個包裝太容易漏蟹 好有心機 可是這個聽起來還好啦 因為雖然是二手的 可是應該還有八成心 這樣才看不出來嘛 應該九成多啦 對 應該比較看不出來嘛 對 我們想聽Vicky的 嚴重 有什麼嚴重 你每天要虧我不夠嚴重嗎 那個我絕對不道歉 還好 算了就是 當她門票退不掉很貴的時候 妳幫她帶小孩 還幫其他人帶 一共帶了六個 還有一個發燒的 對啊 然後那天我們下午就去 你知道就去書局 大家就 你知道他們彩繪 然後大方付錢 我說阿姨今天請你們畫 畫完之後說 阿姨我想去書店 她大女兒說我想去書店 我說好 然後去成品書店 大家逛一逛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我想說回到家 怕他們會無聊 我就買了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黏土 然後可以做蛋糕的 你知道有那種什麼 黃色盒子那種做黏土的 然後大家就說 哇 我還想說 你知道裡面那幾個顏色 你們一定玩得不夠嗨 我就另外又再多買了六個 好開心 很貼心啊 小孩今天玩得很開心啊 對不對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大家就說 哇 阿姨肚子好餓 我說好好 我們先去那個便利商店 買熱狗啊什麼 你們先墊一下肚子 因為要四點多 快五點嘛 所以好 我回去就幫你們叫披薩這樣 好 然後回去之後 他們就幫他吃吃吃 我再開始玩嘛 玩一玩...之後呢 因為小的生病嘛 然後我就照顧他們 然後就在那看電視 大家玩得很開心 然後呢 忽然間 我正要訂披薩的時候 小孩子餓壞了 我回頭 黏土不見了 蛤 天啊 什麼意思 黏土吃下去 可能是剛才那一吃的 他說阿姨我好餓 那位大姐姐把他吃掉 哇 天啊 也太餓了吧 你看說你把小孩照顧得很好 他嘴角有點殘於一個 黃色的黏土的樣子 他把糖薯條餓是不是 我就想說 因為他們就在做蛋糕 然後每個人就說 哇 阿姨 阿姨 你知道 先前我已經有點不祥的預感 因為他們做完每個就疊疊疊疊疊 都說阿姨 這個給妳吃 這真的可以吃喔 然後我心裡想說 小孩子辦家家酒 對 然後我心裡想說 小孩子應該就知道 他那個不能吃 他說那我做了好幾個 妳要吃喔 來來來 爺爺那要吃 然後就開始叫其他人吃 沒想到真的有人吃掉了 哈哈哈哈 難怪半夜 怪不得前兩天 他說他大女兒創其賽 原來那個是黏土喔 半夜跟我喊肚子痛 有啦 就這樣啦 我道歉完了 害我虧我那麼相信你 哈哈哈哈 誰叫妳要去看王美演唱會 OK啦 勇氣可嘉 掌聲鼓勵 好 下一位 蔡花姐尤其 因為最不重要的放在最後面 好了 其實我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當然 而且我一直在廣結善緣 當然 對 我是充滿的愛的 對 沒錯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會做 那麼離譜的事 對 那要不要輕微的先說 有嚴重的嗎 我不知道 對啊 那你幹嘛講輕微的 沒有 因為他剛才還是有輕微跟嚴重 喔 好吧 那我們先講輕微的好了 好 小禎啦 好不好 對 我是嚴重的 中傷的都是Vicky 對 小禎怎麼了 是這樣子的 那因為有一天 我就是也是一個聚會當中 然後我就多喝了一點 然後呢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好 然後是我的好朋友 他說 喔 蔡花姐 你怎麼越來越漂亮啊 我說沒有啊 最近就稍微就是 其實這一段還好 可以跳的 可以跳的 後面 好 蔡花姐 快點 我們要回家了 請問 沒有 這一段怎麼會有下一段呢 是有關聯的 對 沒有上面怎麼會有下面呢 好啦 好啦 對 所以呢 他就說 喔 蔡花姐你好漂亮 我說喔 對啦 妳最近有做些什麼 我說簡單嘛 女人要漂亮啊 妳要有自信 妳要微整形一下 OK的啊 比方說妳說電波拉皮啊 然後呢 語文就打個肉毒啊 這是OK的這樣 那時候有一點醉了嘛 我就什麼都說了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他就說 蛤 真的 我告訴妳喔 我好想去喔 我說好啊 好啊 我想去李靜良那邊 很好啊 我就說不要啦 妳 什麼 為什麼 我醉了嘛 我就說 啊 來 我這間不錯啦 酒後吐甄耶 會算便宜一點啦 OK OK 他就說蛤 真的嗎 妳那間會比較好 我說 對啦 這一間喔 他給我弄得很讚 你看我有沒有變年輕 有嘛 有沒有 年輕了10歲 他說有 他說那這樣子 我就去那一間 不要去李靜良那一間喔 我說隨便妳啦 妳這口無量死的狗人啊 所以 我知道 我酒後吐甄耶 沒有 酒後說錯話之後 從此以後 我上電視 上節目的時候 都說我要去李靜良那邊熔爐 喔 我都說我要去李靜良 都說假的 沒有 我就開始要懺悔啊 我就是告訴大家 我就在李靜良那邊弄的 弄得這麼小 哈哈哈哈 妳不要再說了妳 哈哈哈哈 不太好喔 這樣沒有加分喔 沒關係 趕快補一通電話給他啦 還是請他到那邊去讓他服務一下 對 我一定會去的 總有一天 阿良 妳會等到我 哈哈哈哈 我會去那邊做一些 拉筆 調整 對 抱歉啊 不要急啦 因為要調整的地方很多嘛 對啊 哈哈 好 好 Vicky 欸 我這個算輕微的 哪有 妳怎麼會這樣對我 Vicky 我們坦白講 其實她是一個 真的 就是 不見得的媽媽 哈哈哈哈 這個不要說圈內啦 這個連社會局都知道的事啊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嘛 因為她一直很想當藝人 對 又生了三個小孩 妳知道嗎 這個是沒有辦法兼顧得到 對 那我生日 她又想要來參加我的聚會 所以那天喝多了 喔 欸 那是去前年啦 我去年就沒去啊 對啊 所以去 就前年的事啊 所以我就 她那天喝了很醉 然後喝到我太開心 太嗨太忙了這樣子 所以呢 有一天我就打電話給去哥 我就打小了報告 我就說 真的還假的 我就去 一定說跟妳講太嗨惹到她了 不知道她幹嘛打這個電話 去哥 以後請妳把Vicky姐照顧好 喔 把她管好 不要我的生日趴好像是 她的生日趴 哈哈哈哈 妳自己還不是要秀琴的生日趴 也變妳的生日趴 妳要穿一個那個 椰子殼在那邊跳 真的假的 真的 妳為了那件事情 跟大家道歉 有看到椰子殼的都道歉 不是啦 因為那個秀琴跟志遠 他們有一個原住民趴 然後我也沒帶什麼東西去 然後去的時候秀琴就說 那我給妳那個椰子殼 就兩個椰子殼 就像坐著跟胸罩一樣 就給我扣了去 然後帶著這樣子 是這樣子 然後我是很委屈的 哪有妳整場跑得嗨的要有事 每個人都那麼嗨就 大家一起拍 還跟我老公 我跟你講 妳打電話抱怨就算了 妳老公當著我老公的節目 就直接跟他講說 妳老婆那一鍊喝得好開心 到處跑 對 是真的到處跑 妳跟花蝴蝶一樣 我幫妳做公關 社交 多了 妳那麼多啦 有就好了 那屈哥有跟妳聊什麼嗎 沒有 她叫我 以後要看我漲漲 OK OK 我跟你講 妳這個不是壞事 妳這個叫做為民除害 就是當姊姊要那個 我要保住他們 保住他們的婚姻 對 怕她成為最後那一根稻草 對 對不對 她也是為妳好好不好 是啊 掌聲鼓勵 謝謝 Sorry 好 現在 Vicky沒有什麼要講嗎 好啦 輕鬆啦 都沒有嗎 輕鬆啦 去講啦 我三分鐘就講完了 對 先講比較輕微的那一個 輕微可能就是彩花姐吧 蛤 妳很好 對 就 就彩花姐可能就是 去年我們一起去韓國 那 然後就 其實她其實是想放鬆的 當然 當然 但因為我們都有帶小孩去 是 結果反倒她去那一次沒有很放鬆 為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想她幫我 哭小孩 我以輕鬆啦 然後還有就是啊 真的要跟草仔姐她們道歉 還有跟我們那一團的人都道歉 因為每次啊 早上其實是約10點鐘 然後我們一家人都11點才到現場 他們一家人太多人了 因為她 光三個小孩 那個大的小的 多要弄嘛 因為三個 一下子這個跑來跑去 一下子然後換衣服 對 然後常常找上手忙腳亂的 然後就讓 我們都在等她們 對 然後彩花姐都已經去吃完 早餐回來了 我們還沒有到 然後每次都是她們第一個到 唉唷 其實團體行動守時最重要 對 所以要跟彩花姐道歉一下 然後所以今年彩花姐就決定 不跟我們一起出國 唉唷 真是名字 好嚴重喔 然後 然後小禎的話 我真的很怕她 有做出什麼不該做的 其實啊 就是我做出一件非常 連我自己現在都很差的一件事情 唉 說嘛 就是其實 你也知道我喝了酒之後 什麼事都敢做 然後我有一次喝了酒之後 我打電話去罵她老公 真的假的 哪一次 哪一次 最近嗎 繼續講 罵什麼 又亂罵 就說 你這什麼男人啊 你這臭男人啊 你是不是人啊 等一下 阿良有講過有這個事嗎 是最近嗎 沒有啊 她沒有跟我講過 她沒有跟她講過 可是她有跟瓜哥講過 她就當著我們大家的面 就說 瓜哥 你看她很恐怖喔 她喝了酒打電話來罵我 你不需要道歉啦 我給我一次 耶 把她吹一口氣就對了 對 好啦 算啦 因為小禎也覺得OK嘛對不對 偶爾提醒 提醒一下嘛 也沒有怎麼樣好不好 掌聲鼓勵 趕快回去 好啦 今天聊那麼多呢 讓我們知道呢 其實呢 姐妹濤在一起 當然是幫你們的嘛 對不對 再重要的事情 有姐妹濤挺你 所以你都不用怕啦 對不對 今天謝謝我們15位的分享 謝謝 也謝謝我們的觀眾朋友來賓 謝謝 下次同一行 請繼續收看 《僧女不滿足》 拜拜